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队长殷志源扮演七龙珠里的布尔玛 便是二次元少女 头戴绿色长假发 穿着粉红色连衣裙 原来那个气场强大的克里斯马黑水晶 就这样入了二次元的坑啊 睡前还不忘亲自打理假发 instagram 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满满的少女性 迈都会理解你啦 除此外 江湖东选择了心仪的猪娃剑 在中国拍摄期间 这些衣服装扮都不能脱 只有在晚上结束拍摄 才能换回自己的衣服 想知道更多他们在桂林的趣事 千万记得来腾讯视频收看哟 辣眼镜 韩国男MC穿人一装模仿裙的鞋 2016年KBS演艺大厂 Happy Together的主持人全炫茂获奖 这也是他离开新闻主播的岗位后 首次在KBS获奖 最近几周全炫茂又爱上了变装 Oh my god 没错 这就是你们心中最帅的神 电视剧鬼怪中的鬼怪 孔刘 鬼怪出没 围观群众差点下坡歹啊 真的跟见了鬼一样 阿国 大受自己倒是很得意 对这副装扮甚是满意 之后全炫茂又变身人鱼 没错 就是你们想的那位 从西班牙游过来的美人鱼 全炫茂头戴假常发 穿着肉色内衣 配着美红色比基尼 腿上套着假鱼尾 画风甚是清奇 好吧 既然有那么多人吐槽你 买着吧就好心暂且放过你 不过画面虽然辣 隐隐的 买着吧还是想知道啊 下期大叔你模仿谁啊 回忆杀 亚当夫妇合体 赵全卓女装热舞 变装 不能少了黄金领骨啊 这档节目由 2AM成员赵全 IOI成员崔友情等人主持 翻场经典歌曲 现场戏份 嗨得跟自身KTV一般 主持人和嘉宾们 奋不顾身的各种变装 是这档节目最大的亮点 曾经出演我们结婚了的 亚当夫妇合体 各种回忆下呀 粉丝估计要感动的 哭咽在屏幕前了 戴着假发套 穿着高跟鞋 赵全和佳人 就是一对姐妹花呀 这妖艳的舞姿 这魅魂的身段 这挑逗的眼神 风全果然名不虚传 赵全加入这节目 简直就是如鱼得水呀 之后他又再次表演反串 靠此存在中韩大火的 李甄贤的 哇 那扇子 那小拇指话筒 还有头上那簪子 音乐一响 全场疯狂 那个啊 跟着跳舞的你们 暴露年龄了哈 赵全果然是位舞台而成的疯子 这次戏也是没谁了 但是后来我看了 嗯 我看过去 我看过去 李甄贤的 李甄贤的 我会贏了 我会贏了 韩国节目流行变装 两位一大汉 变身为偶像少女 韩国综艺节目 认识的哥哥 原本就很放得开 节目初期 几位哥哥就毫不想弃地 画着大浓中妖艳出场 特别是江古东 和徐昌辉这两位 体重过两百斤 和身高超两米的大汉 化身胡美和张美 火 您美 您美 您最美 这美貌 地狱使者看到都得逃 他们曾是韩国 摔跤界的天下壮士 韩国男来的大中风 为了节目效果 电影中也在所不惜 别看操大汉这副粗犷的形象 在与哎呦哎的对决中 他们的歌舞技能 完全不输气是好吗 哥几个队与女装 完全没有抵触感 连化妆也都亲自上阵 这细腻的手法 也是没谁了 其中Ace精细彻 变身为超人回来来的小艾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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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下一次割几个不顾身家性命 不是啊 不顾损害自身形象的变装